北韓70周年國慶前夕 上千名學生在平壤的金日成廣場 為國慶的慶典緊張彩排 他們穿著白襯衫黑長褲 每個人腳下都有位置標記 隊伍排得非常整齊 他們手裡拿著類似火炬的道具模型 聽指令不斷變換隊形 平壤街頭可以看到 幾輛軍用卡車載滿學生 在馬路上呼嘯而過 平壤火車站的月台上 也可以看到大批學生 全部穿著白襯衫 黑長褲的統一制服 北韓9月9號國慶日前夕 北韓政府批准不少外媒 進入北韓採訪 大陸官媒中心社是其中之一 他們還參觀了少年宮 小朋友們隨著古針的旋律和節奏 擺動身體 他們從小就學習這種誇張的表演形式 舞蹈教室裡十幾個穿著 黑色舞衣的小女孩 扮著輕快的音樂跳舞 而另一間教室的學生 正在練習手風琴 一個13歲的女孩 應對記者很老練 這首歌的歌名叫 沒有他 我們不能活 才唱幾句他已經眼眶泛紅 平壤萬景臺學生少年宮 建於1989年 2015年年底 金正恩要求少年宮翻新改建 對外開放 主要的課程有歌舞 樂器 書法 刺繡和繪畫等等 一名學刺繡的學生說 他們並不需要付學費 四年前金正恩來到這裡 看著當時五歲的學童方美玲 提筆寫下敬愛的金正恩 如今方美玲九歲了 書法更加純熟 每逢星期四 少年宮對外全面開放 成為旅行團的熱門參觀景點 也是金正恩對外展示的樣板之一 北韓人民的生活全聽政府 學生進入少年宮學習 由政府安排 民眾的住房 也按政府規定分配 這裡是金日成 綜合大學副教授金宇炫的家 客廳掛有金日成 金正日的畫像 廳內的裝修頗為講究 家具家電齊全 有沙發 電視機 音響 組合櫃 角落裡還放著一架鋼琴 平壤八月的天氣炎熱 教授為了迎接客人 特別開了冷氣 這是奶奶的房 這套房子住著四口人 金宇炫和妻子 母親和剛剛出嫁的女兒住在一起 房子約有72坪 午室一廳 包括三間臥室 一間書房和一個衣帽間 主臥室還有獨立的洗手間 女兒房間裡擺著結婚照 書桌上一台智慧手機正在充電 還有電腦和書籍 他們說房子裡的所有家具都是國家給的 拿著鑰匙就可以入住 金正恩為金日成綜合大學的教師蓋房子 最早的兩棟於2013年完工 約有300戶教師入住 後來陸續又蓋了幾棟 所有的教師都住了進去 北韓官方還安排大陸媒體參觀農家住宅 在平壤近郊這片整集的住宅 是一個蔬菜合作農場的農民住宅 房頂上裝有太陽能熱水器 每一戶都有自己的菜園 走進農民鄭哲的家裡 電視機裡播放著朝鮮的歌唱節目 鄭哲一個孩子在外面當兵 他與妻子和另外一個兒子住在這裡 有兩間臥室 外面還有庫房 這個農場有420多戶農民 原來的房子被拆掉重建 回憶起2015年搬進新家時的場景 他仍然非常興奮 他說所有的家具家電 包括太陽能熱水器都由國家提供 房子裡有太陽能和國家電網兩種供電方式 金正恩曾經兩次到這個農場視察 農場的托兒所橫幅上寫著 感謝敬愛的金正恩將軍 金正恩逐步對外開放 越來越多的媒體進入北韓 走訪的都是北韓官方刻意安排精心設計 給媒體拍攝的樣板 金正恩正是希望透過這些影像 展現他帶領北韓走向改革開放的決心 進行 金正恩 其實不是甲車的 一個信念 因為真正恩 我們暫停使在這裡